请这位女志的提问 谢谢主持人 我是光明日报的记者 想向唐长宏委员提问 近年来国产大飞机的研制成就斐然 也象征着我国先进制造业水平的不断腾飞 那么想请问您 在大飞机家族谱系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中 到底有着怎样的挑战和突破 那么您作为我国航空事业 不断由大到强跃升这个过程的亲密者 又有着怎样的体会 谢谢您 谢谢记者的提问 感谢能够关注大飞机的发展 今天呢 今年正好是大型运输机 运尔林飞机首飞的第十年 这么十年来啊 运尔林飞机 从科研四飞到福役 闯到了很多记录 经历了一系列严苦的考核 多次执行特别任务 从抗疫救灾 到国际人道主义援助 它的航界啊 遍布我国大江南北 远铺亚洲 欧洲 非洲 大洋洲 受到国际的瞩目 提升了国人士气 彰显了中国的力量 那么去年呢 C919大型客机 圆满地完成了所有的私飞任务 通过了四航神经 那获得了中国民航 所颁发的四航神经 这个型号合格症 那么这一型飞机啊 那么去年正式进入航线 开启了他们的航线验证飞行 在中国的蓝检上 结束了只有国外 干线科技的历史 这呢凝结着 国家的意志 人民的期望 在去年的珠海航展上 大家还看到 比翼齐飞的还有 大型水陆两栖 应急救援飞机 AG600 和云二龄的加油机 大飞机的家族啊 在不断地壮大 大飞机的研制 是国家综合能力的起源 我所亲历的 云二龄飞机的研制 五年首飞 八年交付使用 有呢国外的同行问 这样的奇迹 你们是怎么做出来的 说实话 它的密码真迹 就在于 自立自强 自主创新 我们想争一口气 在云二龄飞机的研制过程中 我们发扬大协同 大创新 大风险的 打运精神 先后 先后拱破了 很多 技术难关 从 数字化的设计 数字化的制造 仿真模拟 到 一级网络的 系统管控 深层次的 渗透着 时代的技术进步 和高质量的发展 作为一名航空的 科技工作者 我深深地 棋回到 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 实际上 就是在国家 需要的时候 想用 我们就有 想干 就能 航空正青春 万里能为零 我们已经 踏上 高水平 科技发展的 万里征程 那么 在打造 大国中期的征程上 我们探索 创新的步伐 不会倾斜 航空报国 不复众多 我们必须 也一定能为 国家的强盛 和民族的复兴 做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 谢谢